大家好,我是飞小鱼 大家听到了我们很棒的 那个陈传男大哥的重生出马之后 不能叫重生,就是重生马,不是出马 然后有没有觉得收获良多 那我这一次呢,又帮大家找到一个 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女生 然后她算是跑龄不太长 可是她一出来,大概没有多久就一鸣惊人 然后就不断的创造她自己 一次又一次改写她自己的记录 然后现在又得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封号 当我一讲出来,她是我们马阿松记的女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找的是谁 她就是我们的王亚芬,亚芬女王,亚芬好 大家好,我是老王,不是女王 我觉得亚芬好可爱 她每次在Facebook上面只要有人叫她女王的时候 她就会说我是老王,我不是女王这样子 老王,哪有人家长这么漂亮的老王啊 对不对 那我就在想说,我第一次认识亚芬 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其实也蛮短的 是去年2011年12月24号那一天 就是超马协会办的第二场赛是杨明山 杨明山马拉松,超马赛嘛 亚芬居然是女子组冠军 我那时候吓一跳说,这个人是哪里蹦出来的 因为呢,我觉得我刚小鱼还没有跑马拉松的时候 就已经跟一些国内的超马界的那些前辈们在一起 然后我都常常听他们在讲谁谁谁 可是我从来不认识亚芬 那当然我自己跑的也很少 那我想说,哇这人好厉害哦 然后她跑了冠军,没事人了 在那个会场走来走去 那我想说,她到底在干嘛 那时候你在干嘛,你说 等老公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她在等她老公哦 然后我就觉得,她就想说老公跑好慢这样子 然后后来亚芬陆续那一场拿冠军之后 你接下来就是又在 我第二次看到她就是在 今年2月11号的新生花博公园 那时候我们超马协会办的那个24小时 就是超马嘉年华 亚芬又是24小时的冠军 而且是人生第一场24小时赛 然后你从此你就这样子展开了你的那个 不仅是马拉松 你是那个超马生涯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样子开始 就是说你先讲一下你的24小时好了 因为为什么会有女王的称号 就从那场开始 我先说一下 那两场其实会跑这么好 是因为高手没来啦 不是我跑得快是高手没有来 你太客气了 可是你真的跑得很好 我还是要讲一下你的24小时 为什么呢 那时候刚好我也跑12小时 然后呢我就看到亚芬 我说吓死人了 然后人家24小时的速度那种 那样在冲了 冲得好快哦 那我心里面就在想说 虽然我没有跑过那么长的 但是我心里面想 哎呀这个一定撑不下去 然后我知道好像所有人都对你摇头 然后你都被小 你的 我们亚芬有个很可爱的老公叫小发 小发是不是把你念到臭头 对 然后铁大爷骂 对 大家都骂 你们卢曼 卢州曼跑的也都骂 然后说24小时的跑友都在骂 那可是为什么你跑那么快 为什么你那时候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呢我想说就是照自己的速度跑吧 可是那天可能比较兴奋 第一次跑24小时 对啊就照自己的速度跑 我还有刻意加慢速度 放慢不是加慢速度 那请问一下你说小发有帮你做一个什么计划 然后但是你一起跑你就完全打乱计划 那小发帮你做的计划是什么 没有他是帮我配速说前几个小时 大概跑几公里然后维持怎样子的速度啊 对啊 然后你一开始你就完全嗨 嗨过头是 那全部都忘光了 对啊 那大家拦你都拦不住吗 拦不住啊 有可是我有尽量放慢 可是就是感觉上这个速度就是刚好合我那个时候的 的感觉 对啊 你就觉得跑起来很舒服 对对对就跑起来很舒服 我后来有看到亚芬有给我一段话意思是说 其实你觉得跑步就是要顺应自己当下的心情 对啊 然后你自己也讲说虽然不是要乱冲 可是也不是说要把他什么什么怎么样子跑 反正你就觉得你感你就依着你的感觉这样跑上去 对啊 可是你都不怕你都不怕说人家前辈铁蛋子可是 那个身经百战的那个经验丰富的超级战将 那他讲的话你还是觉得没有关系 我觉得那时候跑起来就是很舒服 然后就想说顺着自己的感觉吧 到时候如果累了我们再来休息就好了 对啊 也不是要拼成绩啦 就是觉得说 理由你还不是拼成绩 就是跑起来感觉就是很顺 对啊 我知道你给自己定了一个高标 叫180公里 我记得那一天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他前面我看到 在我看到的亚芬 因为我在现场嘛 所以我就看到你一次又一次像风一样 从我身边咻 飞过去 然后还会丢下一句小鱼加油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记得到晚上 因为我们是到晚上八点结束 对 然后我就看到亚芬的身体开始 因为你跑很快 所以后来你身体就开始不自觉的 倾斜了75度 应该有 我没有感觉是人家跟我说的 哦 你自己都没感觉 我没有感觉 然后那我就 印象中他整个人都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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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过去 然后斜到最后 每次我就看到他用75度的那个 那个身体这样子从我身边跑过去 那我心里面就按叫 不妙 因为我想说这样应该撑不到24小时 后来还好是亚芬 你自己知道说 你要停下 你会停下休息 没有呢 后来你有休息 晚上你有休息一下下 我休息哦 我休息 就是我先帮我抓一下 按摩一下 因为我休息很久啦 嗯嗯 后来是人家一直跟我讲啦 然后就是有去喷喷气 嗯哼 最重要 可是我半夜后来又冲到一圈三分多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12点之后老公跟我说 他要去睡觉了 哈哈哈哈 没有人管你了 所以你又 然后我就觉得 对啊没有人管了 就就很无聊 就自己在那边跑啊 对啊 有一段时间啊 所以你 我记得我们要走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跟你讲 然后你有跟我们 你本来有 你不知道跟谁讲 说你会停下来休息 对 那后来我隔天早上 我又再过去的时候 我看你身体支回来 我就想说 哦还好你有休息 所以你调整回来 没有 那到底是怎么调回来的 也没有呢 后来 可能有 有 捶一捶吧 按摩一下这样子 嗯 我也不知道 嗯 我就是第一次 换鞋子休息的时候 有人帮我抓肩膀 抓到 突然扭伤还是怎么样 对啊 然后后来我自己不自觉的 就是歪悟 我也不知道 嗯哼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 你都完全没休息 就这样一直跑 没有 整个晚上就在跑啊 有人跟我说 一开始跑太快 人家问我为什么 我就说 我想要说 多留一些空间 晚上有睡觉的时间啊 嗯 对啊 然后到半夜 人家我说 还不去睡 我说 还没有想睡觉的感觉 哈哈哈哈 完全都不会 对啊 到天亮 人家跟我说 啊你怎么还没有去睡 我说 哎呦 我忘记睡了 忘记睡了 所以你那一次24小时 你没有疲倦的感觉吗 没有 很兴奋 天啊 你这 跑完还是很兴奋 而且也睡不着 对啊 但跑完还是觉得很兴奋 那会累吗 那过程中 我会 那我只能说 你大概就是那种 天生适合跑步的人 那那本书叫 天生就会跑 我觉得你大概就是 天生就会跑 然后但是 你除了天生 这个姿子之外 我觉得亚芬 其实也非常的努力 因为你也有在做训练 不是说 只是靠姿子来跑 超马这种东西 不可能 马拉松都已经不可能 靠天分在跑 更何况是超马 可是跑得不快 只是说 可能就是能够持续 我快摔下去了 等一下你可能 如果说 大家到时候 节目周听的时候 可能会有人在旁边 丢东西 有下自己 真的啦 真的跑不快啦 只是说 可能能够持续比较久 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其实亚芬的 这样讲好了 亚芬真真真正的 第一场小时赛 其实是在去年的 海洋大学是不是 对 海洋大 是海洋大学还是台北大学 海洋大学 呃 淡水那一间 对对 海洋大学 那是你第一次的12小时赛 对 可是我记得那一场 你 你是什么心态 什么情况之下去报那一场 然后 其实 很早就想报 可是因为照风太远了 嗯 好像北部没有这种 12小时的 然后 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 对 然后第一次看到 我就说 哎 赶快去报 报吧 对啊 跟我先生说 这个是唯一的机会 然后因为我先生 他没有这个胆量 嗯 他发现他的标准很高 好像要 呃 8小时的 好像也是要几公里 50公里 7 哦 8小时要50公里 然后12小时要 7 80 对 他发过不了关 他就说 他帮我做补给 嗯嗯嗯嗯 对啊 所以那个试算是 你的第一场 出超码嘛 对不对 嗯 你在那之前 从来没有跑超过40 对 那在那之前 你跑过多少场马的时候 嗯 那时候 嗯 可能只有七八场吧 天啊 那你还真的是蛮猛的 所以 你就等于说是 完全没有那个 就直接就报名 啊报名之后 你有去做什么样 特别的训练吗 就是一样啊 我先骑脚踏车 啊就 我们沿 从庐桌跑到关渡 然后沿着美梯到 内湖垃圾山再绕回来 就这样跑 嗯 就也才到64K啦 嗯嗯 对啊 就你练习 一定有练到64K 练追逐到64K而已 那也是蛮惊人的 对 不会啦 还好 哎 对啊 那时候只是想说 试试看自己 12小时能够跑多少 嗯 嗯 啊其实你是定100K啦 嗯 没想到真的可以过关 这样子 嗯嗯 然后你在跑的过程中 我知道你第一场 其实那个感觉 嗯 跟第二场是不一样 就是其实是痛苦的 到底那个时候的情况 是怎么样 就是 第一场因为补给太好了 哈哈 真的吗 那吃太多了 然后每三公里吃 而且我一次吃 又吃豆浆 又红茶 又米浆 然后又咖啡 还有蛋糕 又香蕉 所以我看这种 摘一摘八 东西在一起 结果我每一场 就是回来就是 每一场回来就要去上厕所 嗯嗯嗯嗯 对啊过六小时之后 每一场回来就要上一次厕所 所以那个速度就 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这样子 嗯嗯 对啊 所以 这样讲 为什么哦 这个时候既然亚芬这样讲 我就要稍微 宣扬一下 那个我们那个 郭峰周老师的理念哦 因为他一直觉得说 其实就是 我们常被人家批评说 超马鞋会办得 补给不好啦 太阳醇啦 然后其实老师不是说 不愿意这样 因为他其实是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跑步哦 那当然每一种性质不太一样 像我们现在有很多 都像嘉年华一样 他都很开心很快乐 然后吃了很多 可是他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其实这样子过多的补给 然后会造成跑者 其实身体上面 会有一些负担 他希望宣导的是一个 从国际上面的观点 他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你可以跑得开心 可是我们体内的一些环保 所以他绝对不是说 我们舍不得 我们不听从人家建议 然后不要给跑者太多东西 他希望的是 不要说有吃太多 因为吃太多 真的那一场真的吃到太多 肚子痛 真的吃到肚子痛 然后我一直跟他抱怨 因为我肚子很痛 对啊 所以你什么都吃 就是那一场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我24小时那一场 我就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不敢乱吃 所以24我们的补给就比较央春 但是反而就是 我记得你在12小时那一场之后 你是说你再也不要跑了 对不对 当天跟跑的时候跟当天刚跑完的时候 就是在后来在跑的过程中很痛苦这样 对啊对啊 八小时之后看人家都收工了 你就想说我还有四小时 四小时等于一个马拉松的时间 对啊 我想说为什么人家都回家了 我好像在这里跑 下午两点嘛 对啊 我们还在跑到六点 哼 你心里想我在干嘛 对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绕圈圈 然后一圈三公里 就一直到人家讲说 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来这里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当天那一天 我们卢曼的跑友都去玩了 都坐游覽车去玩了 所以那天没有人来帮你 帮你加油这样子 对啊 我说人家去坐游覽车去玩 花钱是可以坐游覽车 我花钱是自己在那边跑 跑跑跑跑 跑这么久 这么辛苦这么累 哈哈哈哈 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在 暴谜一些比较赛事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 我后来在十二小时赛 就是那个 那个台北超马加年华 我后来有听其他跑 有说他们是有很多负面情绪出现 就是可能像你那样就想说 什么什么 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什么负面情绪 因为我跑更慢啊 你们家 我跟你们家小发是同国 我都常说我是乌龟小鱼 他觉得跑的慢可以持续很久 对啊 就慢慢来啊 反正我也不是在跟人家 那你说 你刚 所以雅芬刚刚说他速度很慢 我都 我都突然间要摔到椅子下 因为我们这种才是真的慢 因为我们可能是更慢 就那种痞子逛大街 我常笑我自己是痞子逛大街 那为什么 你明明心里头都说 你都不想跑了 那怎么会又抱了一个24小时 跑完之后觉得很有成就感 你跑了多少你说 108 然后我记得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雅芬有给了我一份资料 然后有写了一篇 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 他在上面写说 真是对不起大家 然后我居然拿了女子组第二名 结果那是谁写的 你是说 你给我 十二小时的吗 十二小时 十二小时那一场你说 你跑了女子第二名嘛 然后后面补了一句说 真是不好意思这样子 那是你们家小巴写的 嗯对啊对啊 小巴好可爱 有时候我口述他就写 你口述他去 对啊对啊 然后你第一场 第一场就爆 第一场出 其实你每一场都拿奖嘛 对不对 那一场我是第二名不是第一吗 第二名 对对 对那一场你是女子组第二名吗 这样 第一名到底是谁啊 小戴啊 哦小戴哦 对啊谁聘得过他 你啊 对啊 超十公里耶好可怕哦 但是小戴没有跑二十四小时 他太瘦了 他储存的能量不够这样 哈哈哈哈 所以我记得好像雅芬跟我讲说 你是跑了那个超马以后就 越跑越胖 对 本来你是 四十 哦小雅芬其实开始 我觉得雅芬的很多的 很有趣的东西 都是我这一次为了要准备他的 他的 他的这个节目之后 然后他们家小巴 帮他打了一份东西给我 然后我看了 我就一直看边看边笑 因为实在太有趣了这样 那 其实我们就会这样跳来跳去的讲 我就想要说小雅芬 想跑步的动机 其实是为了减肥 对 对然后你很难想象说 他以前他现在这样子 五十公斤嘛 跑了超马以后 本来没有跑之前是四十几公斤 对啊对啊 跑了之后就变重了 你是从跑完什么 十二小时之后还是 自从开始跑超马之后 对 十二小时之后就发现 我们的伙伴 卢曼有人去跑之后 瘦了三公斤 我跑十二小时之后 重了三公斤 对 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瘦回去了 这样是对的 因为超马需要出备一定的能量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继续进行 然后再继续进行